受前期连续降雨和河水冲刷影响 16号 吉林省榆树市拉林河青山相段部分堤坝出现溃堤风险 陆军第78集团军某防空旅迟远险情地域 紧急加固堤坝 确保灾后重建任务顺利推进 接到命令后 该旅组织500名官兵50台车辆开赴受灾地域 到达现场后 指挥员第一时间与地方政府对接 评估救援风险 明确任务封工 官兵迅速投入到加固堤坝任务中 一周夜时间 我们完成三段险型堤坝加固任务 官兵连续作战 就是尽早想让老百姓安心放心 投入到灾后重建之中 在抢险第一线 随处可见党员先锋队的身影 其中还有刚入仅三个月的大学生新兵 任务出发前就主动写下加入党员先锋队的请占书 要求把自己分配到最险最苦的地段上 我们新民党员不仅有冲劲 有干劲 更有觉悟 有担当 就是要把抗洪抢险当作军旅第一课 入伍第一考 坚决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 当地百姓也自发组织力量 支援配合抢险工作 提供工程机械和轮式车辆 帮助运送沙带 军民携手齐心协力 有效提升了抢险效率